我現在回答的問題是關於傳福音的仇 我們遇到一些人在他們的宗教上 他們就說我都有經歷 我都有幫助 或者總之他說我跟開某個宗教的 那時候我們怎樣幫助他 我就會說第一明白就是 當一個人在一個宗教裏面 他一定有感情和有一個習慣 是很難改變的 這是第一 我們就不會希望他一下子改變 但是我們是希望他會改變 而關於證明這個神是真有幾方面 第一就是神是可以經歷的 可以用這個做入口 另外神是真神是有證據的 另外就是神是全面性的 是有性別和慈愛的 這幾點我可以解釋一下 第一就是神是可以經歷的 譬如可以經歷到平安、興省、愛、喜樂、感動等等 在很多人的宗教經歷裡面 是沒有經歷到喜樂或者愛的 就是說你拜佛會不會充滿愛、喜樂 根本在他的思想裡面沒有什麼存在 他通常經歷的就是什麼呢? 那時候有某個病 後來就好了 那這個到底是佛醫他 還是他到了那個時候好 我們是不肯定的 也很難跟他辯駁的 譬如說他在祈禱 例如他有個病 後來就好回來 但是他可能什麼都不做都會好回來 我們很難證明那件事 真的是他所拜的偶像帶來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問他了 譬如說 在祈禱的時候 你有沒有經歷到 他不是祈禱 他拜他們的神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平安、興省、感動、愛、喜樂 對你生命裡面有沒有什麼幫助 那如果他都是說 很好啊 我很少聽到他們會說 經歷到平安、喜樂、愛 那種比較少的 就當初是某個醫治 即不是一個平常的經歷 那我們可以告訴他們 耶穌真的可以隨時幫助你 尤其是睡覺其他事情 有些人呢 他們就算拜佛 都會有睡得不好 有煩惱 或者有邪靈搞妖 那我們可以告訴他們 神真的可以幫助人 睡得更加好的 所以我們自己處理生命 我們自己不要有煩惱 以至我們自己睡得好 這是第一步 由我們為祈禱 祂有改善 這就可以帶祂上耶穌 這是第一的經歷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神的證據 這個很重要的一點 但怎樣進入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例如祂是信開佛的 我們可以跟祂說這件事 大家都可以上網找的 例如你找什麼 第二呢 佛是否神 這幾個字打出來 神 佛是否神 那你就會在網上 看到不同的佛教的網站 就會告訴你 佛不是神 他們承認佛不是神的 他們還說佛教其實是無神的 在一個教導 佛祖看不到一些教導 其中最主要就是看破紅塵 就能夠受世界影響了 佛祖根本就不是創造這個世界 他們的理論就是這個世界是自己有的 也永遠都不會滅亡的 在這個過程中 人其實投胎很多次 但投胎 既然不是神 誰定投胎的規則 他又沒有去想這件事 有人定這個規則 誰能控制人死後去哪裏 有些人做什麼鬼 有些人做餓鬼 有些人做動物 有些人做人 有些人進入獵盤 一個很高的領域 但到底誰做主事呢 因為未有佛 都已經有 如果根據他所說 已經有這些道理 但事實上是沒有這樣的證據 證明 第一 佛就不是神 但這就是問題 那個人會不會有這樣的內心去聽 而聖經是有很多不同的證據 我有一個文件 講到有真神我真神是誰 講到不同的證據 第一就是 這個自然界是證明有神創造的 第二 聖經的語言 聖經的科學性 考古學的證據 以及經歷性 人可以經歷性靈的安慰 平安 醫治 釋放 感動 然後呢 世界真的有邪靈 因為呢 有很多人都在網上都有寫的 他們有時打坐 靈文出校 就會見到有些 黑暗的個體在看著他 有些黑暗的個體影響他 他們都會說 學習不要被他影響 而奉耶穌命 我們可以管任何的邪靈 但事實上呢 就是有很多人 拜開什麼偶像 他肯去找我們幫助 他都會說 他們受那些邪靈的影響 然後祈禱就得到釋放了 這個就是 有邪靈 證明真的有神 耶穌是聖過一切邪靈 而 就是那些 如果這個世界真的有邪靈 一定有神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看到寶寶仔 看到大前 是很美的 但是人被邪靈進入 是通常很醜惡 很害怕 會想死 但是你看寶寶仔 小孩子出生 很開心 完全不是那種邪靈 會產生到的過效 所以如果這個世界是有邪靈 就一定有神創造 才會這麼美 這是經歷性的證據 經歷性的證據 第一就是經歷性靈 第二就是經歷邪靈 而奉耶穌命可以趕邪靈 第三的證據就是 死亡和靈魂出竅的證據 證明人是有靈魂和有永恆的 和天堂地獄的 就是有些人死過 然後救回 救回的時候 他就說 講回我見到什麼 而那些人周圍的人 就發覺他講的是對的 是真的發生過的 而 就有些科學家 大規模研究 大規模研究 就發現 真是 即是他們還寫書 即是那些人真的能夠 見到一些他死了之後 其他人都知道發生的事 而他們能夠很清楚說出來 證明他死了之後 是有靈魂出竅 就證明人是有靈魂 不是死了就完了 後來他們就救回 將事情說出來 即是證明人是有靈魂 人死後有去不同的境界 所以人需要面對這些 然後跟著 最後就是天堂地獄的證據 天堂地獄 我們首先由聖經是真神的語言 讓我們知道聖經是神的說話 所以聖經說的天堂地獄都是真的 但另外就是人的經歷 人死過 而他們的生命很大正面的改變 即是這個數目很多 生命很大的改變 就證明他們真的有一個真實的經歷 是一個改變的生命的經歷 而有些人就會見到天堂 見到耶穌 有些人見到地獄 就證明真是天堂地獄 這是一個經歷性的證據去證明 所以你就在這些情況 你就問神 到底他用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到 對於有些人對於靈界特別有興趣 你就可以說到 譬如說邪靈 或者人死後的經歷 對於那些人有興趣的方面 有些人聽這些東西很害怕 那些人就不要說這些 有些人對於睡覺很體重 就有睡覺入手 有些人對於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有問題的 那些人就要入手 所以這個就是每一個人不同 但我們知道 改變任何一個人都不容易 亦都是神的工作 但是我們的說話 和我們的見證 亦都告訴他 耶穌是真神 你試試祈禱 我會邀請人的 你試試祈禱 求耶穌幫你 求耶穌救你 你向耶穌認罪 求耶穌赦免你的罪 救你的靈魂 你會開始發現有分別的 叫他留意一下 有些人就會開始留意到 聖靈感動他們知罪 感動他們跟從神 你會這樣繼續傳福音是非常好的 希望我們都騰心努力 你不斷地去嘗試 有些人 誰跟他全國都不相信 因為他本身心牙 這不是全個人的問題 他本身已經堅定 但又總有一些人會相信 這個就是求神為你開路 你就為神求神開路 我也試過有不少的信佛 還有一些拜不同的 或是道教的 那些人 因為他有邪靈 他很辛苦 所以找我們 這都有我們常常的經歷 原本文文字幕寄